缅北诈骗团伙疯狂针对我国同胞 绑架囚禁 拴狗链 倒卖器官 嘎要子 各种违反乱纪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不敢做的 一个贫穷乐乎的小地方 却存在着十几个诈骗园区 撑起了缅北经济半别天 杀人学乎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就连政府都不力管控 那么缅北的情况究竟有多黑暗 2022年 网红李赛高是缅北诈骗集团的二把手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而从这件事之后 所有国人开始对缅北有了一定的了解 李赛高在社交账号上 自称是中国远政局的后代 更是凭借欢迎来到缅北 我教会的小公主 瞬间劝粉勿书 连很多人对缅北充满向往 殊不知 这却是缅北诈骗犯的一种新型诈骗手段 其实早在2017年 我国大使馆就曾发出过通告 提醒国人到缅甸等诈骗剩下的地方 旅游一定要小心 但这件事当时却并没有被国人放在心上 直到李赛高出事 缅北的黑汉才彻底暴露在众人眼前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不断进步 缅北诈骗的手段也在不断升级 从最早之前的电信诈骗 到现在各种各样的网络诈骗 诈骗短火的套路增出不穷 而我们上当的同胞也越来越多 从普通人到千万富豪 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缅北的魔咒 据逃出来的人表述 缅北的生活简直毫无人性可言 贩卖人口是最常见的事情 被骗到缅北后 一般是有两个选择 要么从事诈骗 为老板带来利益 要么被送到公海上的船上 尬药子 卖戒关 发挥最后的价值 在这里门友人权 为了防止逃跑 几十个男女赤身裸体的 被关在一个房间里 如果老板还有一点良心 每天会跟你一顿剩饭剩菜 如果老板没有人性 那么连狗都不吃的剩饭都没有 如果还不成诈骗的业绩 被打到浑身轻子 都是最小儿科的惩罚 棍棒敲脚踝 竹签扎手指 各种残忍的刑罚 只有你想不到 门友他们做不出来的 这里地方不大 却存在着数十个园区 每个园区都就重兵把守 一旦发现有人逃跑 轻则挑断手脚筋 丢进水牢 水牢里还会放上各种 令人精神百倍的小动物 保管你看了之后 绝对睡不着觉 严重的被暴打一顿 拉出去活满 门友吃喝在太阳下暴晒 就这么活活饿死晒死 年纪杯这样就结束了 实际上 他们会将人的价值利用到极致 扒皮抽筋做成工艺品 内脏可以放到黑市卖出高价 就连血都会被抽干卖了换钱 毕竟这里的老板 可不做亏本的声音 而绵北之所以会如此畅狂 竟然和火锅 还有着千丝万里的关系 绵北诈骗势力 残害火锅无数同胞 为何火锅不能出兵将其剿灭 了解历史后就会发现 绵北武装势力猖獗的背后 竟与我锅还有一定的历史源源 在淮海战细时 蒋介石落败 于是准备带领亲信套往台湾 临行前 他特意接见了国民党709团的团长李国辉 他表面上是对李国辉为以重任 让他负责掩护军队撤退 实际上是准备将他们当成弃子丢掉 李国辉并不知道老蒋的小算盘 还以为自己真的得到了重视 但即使他已经禁令 但还是以战败告终 他只能带着700多人的残兵败将 一路逃到了缅甸 正巧遇到了同样被舍弃的 另一支600多人的队伍 随后他们又不断地遇到其他队伍 最终经过七拼八凑 竟然发展成了一支将近2000人的武装军队 由于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 因此很多散兵甚至土匪也都慕名而来 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但他们没有国籍没有身份 因此并非被缅甸政府待见 再加上他们人数众多又是有骨气 因此当地政府比较忌惮 经过多次围剿后 最终将他们赶到了泰国 缅甸以及老国交汇处的金三角地区 3000多人的队伍 吃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了生存下去 他们不得不找点活干 起初他们只是利用武器装备 帮当地人运送毒品 渐渐地他们开始不满足 不仅凭借军火优势 彻底垄断了运输行业 还盯上了制毒贩毒的生意 他们充分利用身边的每个人 身强力装的男人就继续运送毒品 老肉病残就留在家里种地 只不过他们种的并不是粮食 而是棉被特有的能够令人报复的花朵 除此之外 李国辉还非常有头脑的鼓励士兵 与当地人联姻 成功获得了当地人的认可 他不仅在这里混得风生水起 在他的带领下 这里的民风也不再纯苦 百姓们为了盈利 纷纷开始种植报复化 因此这里的贩毒制毒活动 越来越完善 甚至成了世界文明的贩毒场所 全球几乎大半毒品 都是从这里流传出来的 随后更是产生了 李弥 罗兴汉和昆沙等 呵呵有名的大毒销 经过不断的发展 这里的产业也不再局限于 制毒贩毒 而是越来越多样化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很多人开始从事诈骗行业 毕竟这个行业投入少 收集却非常大 还比贩卖毒品更安全一些 因为这层历史原因 因此在缅北很多人都会说中文 也许是比较了解中国人的原因 所以他们的诈骗对象 主要还是我国 那么面对如此猖獗的诈骗团伙 我国难倒就放任不管吗 杀人越过嘎腰子 绑架囚禁锁链子 这里是缅甸北部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我之前的小猪仔们 缅北诈骗集团疯狂残害我国同胞 为何国家迟迟没有出手 事实上 我们国家不是不管 而是不好插手接管这些 因为缅甸毕竟是个国家 我国就算是有心插手接管这些事 也必须按照缅甸的要求来 尊重人家的各项权益 稍有不慎就会闹到国际上 一直以来一些不怀好意的国家 就对我们虎视苔反 一旦我们出兵缅甸 很有可能就被这些国家抓住不放 到时候 不仅自己的同胞救不回来 还很有可能被国籍声讨 其次 缅甸作为一颗主权国家 我们的警察或者军队想要介入 就属于跨国行动 不仅程序麻烦 还会处处受制于人 很有可能到最后 是人家之行 我们只能当个配法的小弟 是会缅甸方面 会像我们一样 在意中国同胞的死活吗 况且 如果人家过去为难 不允许携带武器装备 面对这么多的诈骗团伙 我们难道徒手对抗诈骗分子的活力吗 第三点 众所周知缅甸并不汉文 犯罪分子多的地方 谁也不顾谁 军阀混乱的局面常常发生 人家自己国内难道不比我们 更加了解诈骗团伙的情况吗 之所以你们就能感动这些诈骗团伙 其实有两个主角原因 一个是 这些诈骗团伙背后有军阀成要 另一个就是 缅甸的主角经济 还是要靠这些诈骗团伙 人家会让我们断了他们的财路吗 最后 我国被诈骗到缅甸的人数 并不只是一个两个 而是成百上千个 一旦缅甸诈骗团伙 发现我国想要剿灭他们 那么这些受害者 就会立即变成人质 最先遭殃的救成了他们 如果人质解决不出来 那么这场行动的意义又何在呢 因此相比之下 与其插手别国事宜 不如管好自己家人 那么为什么 我国每年传出这么多 缅甸的负面消息 却还是源源不断的 有人被骗往缅甸呢 事实上 到缅甸的一般有三种人 第一种是国内欠了高利贷 或者犯了法 他们觉得 缅甸来钱一块 又是犯罪分子的天堂 因此就挺而走险 决定到缅甸 骗一般事业 实际上 我们生在法治社会 怎么能跟缅甸那群 亡命之徒相比 跑过去不是送上门的 一栋钱袋子吗 第二种就是 被所谓的高职高薪 好待遇吸引的人 一般是刚逼的大学生 或者世界急需用钱的人 比较容易上当受骗 他们大多数都是被熟人骗过去 或者被一些小狠小会骗过去 其中很多一些 是被好看的网红吸引过去的 犯罪分子将棉被 包装承担着女人的天堂 不断地吸引过人过去 毕竟对他们来说 只要有人就会有钱 第三种则是被采取 前行错事带走的 要么是喝了陌生人的水 或者被陌生人强行拖拽走 然后卖到棉被等地区 其实无论是哪种情况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擦亮眼睛 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 小混小混的背后 说不定就是患上身约呢